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无时无刻 无条件都要听从监狱的管理 据说每天五点到六点就起床 然后吃完早饭就要开始一天的工作 而且根据每个人的特点 他们所干的工作也是不一样的 有的做手工活 也有些老板做机器活 比如一些身体大伯的女犯人会安排打打毛衣 做做手工之类的 而且工作时间一般一天都是八个小时 上午下午各四个小时 犯人其实 今日的目的无非就是把罪法改造成合法公民 虽然改造后的印记可能有的人是一生都无法改变 但是浪子回头筋不换 改过就好 犯人好了 今天的文章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百家文章号 欢迎大家订阅留言 犯人